破记录的天文奇观 科学家们首次捕捉到了有史以来最耀眼 最强劲的宇宙爆炸场面 其亮度之高 能量之猛 刷新了人类观测宇宙的极限 震撼整个科学界 2022年10月9日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天文学家突然记录到了前所未有的天文巨像 伽玛射线爆GRB-221009A 这个爆发如此明亮 如此猛烈 以至于它迅速被昵称为史上最亮 Brightest of all time 简称BOLD 一个几乎带着敬畏的称号 标记它在宇宙事件中的非凡地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场爆炸仅仅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就喷发出了比太阳在其寿命 长达100亿年 中所释放的所有能量还要多得强烈辐射 这种力量几乎无法用常理来衡量 BOLD的巨大能量强到 直接让多个太空望远镜和探测器 出现了信号饱和的情况 就好像相机镜头被强光灼伤一般 甚至它的余波还穿越宇宙 短暂干扰了地球的大气层 影响了我们高空中电离层的电波传播 科学家借助位于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的 先进天文设备 大型望远镜LSTE 对这场宇宙风暴的核心结构 进行了深入探测 揭示出喷流内部隐藏的新细节 这些观察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理解 还直接挑战了天体物理界 数十年来建立的理论模型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一同深入探索这个名为Bolt的宇宙奇观 了解它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以及它如何重塑我们对宇宙巨变 恒星死亡和极端物理现象的未来理解 GRB-221009A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就从过去所有被记录下来的 伽马射线爆发中脱颖而出 无论是亮度能量还是持续时间 它都远超前人 是一颗从众星中一眼可辩的璀璨明珠 这一惊天动地的宇宙爆炸 最初是由美国航天局的两艘观测卫星 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 与斯维夫特卫星同时探测到的 别忘了 这股能量是从遥远的24亿光年之外 穿越宇宙一路传来 最终抵达地球 点亮我们的探测器 要知道 24亿光年的距离 几乎占据了我们目前可观测 宇宙整体跨度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次爆炸的光芒 是在宇宙年纪只有现在五分之一时 就已经发生 它就像是穿越时空而来的历史信使 这次伽马射线爆的强度 完全打破了此前的观测记录 亮度高的几乎难以量化 是真正意义上 人类自有观测以来 从未见过的宇宙剧烈事件 科学家们保守估计 这次爆发的亮度 竟然是以往观测记录中 最亮事件的整整70倍 这种极端等级的宇宙能量释放 不是年年有 甚至可能万年难遇一次 堪称一次世纪级的宇宙盛典 正因为这次爆发的强度如此惊人 天文学界才给了它一个响亮 又直白的称号 BOT 也就是有史以来最亮 它不仅是一个现象级事件 更可能代表着一次 前所未有的黑洞诞生记录 和许多持续时间较长的 伽马射线报一样 科学家推测 这次耀眼的宇宙爆发集 可能是由一颗大质量恒星 在其生命末期发生核心滩缩所引起的 就像一颗巨星 在临终时刻剧烈挣扎 最终轰然崩塌 当一颗恒星走到生命的尽头 它的核心区域因重力而塌缩 形成一个密度极高的黑洞 而与此同时 外围物质剧烈释放 形成绚烂的超新星爆发 向最后一场宇宙的烟花 壮丽且致命 在这场摊 缩与爆炸并发的过程中 恒星内部 像是打开了宇宙的高能阀门 喷出一对 以近乎光速前进的 相对论性喷流 这是由极端加速的高能等离子 组成的致密射数 朝着宇宙深处 笔直射去 而巧合的是 其中一个喷流恰巧 直指地球 就像一束宇宙级的聚光灯 突然对准了我们 使我们得以从 如此遥远的距离上 接收到这场宇宙大事件的信号 仿佛在浩瀚宇宙中 瞬间对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这次空前绝后的 GRB-221009A 不仅在亮度上夺人眼球 它还释放出了 极高能量的伽马射线 强度远超我们过去 观测到的所有类似现象 中国四川的高海拔空气 促射天文台 LASO 甚至探测到其中某些光子的 能量高达18泰电子福特 TEV 这几乎是地球实验室里 难以重现的能量等级 这样的发现 彻底打破了科学界的预期 让许多研究人员为之一振 各国研究机构迅速投入分析 因为这种极高能量的伽马光子 从理论上讲 本不该穿越如此遥远的宇宙空间 而毫发无损地抵达地球 根据现有的核外背景光模型 EBL 这种高能伽马光子 在穿越宇宙时 应会被星系间弥漫的背景光 频繁碰撞 并逐渐耗散掉能量 因此 这些高能光子的生还 让科学家们陷入沉思 是否我们对宇宙空间的理解 存在盲区 或者背后 还有尚未揭示的物理机制 BOLD的冲击波 不仅让太空望远镜眼花缭乱 它甚至干扰了地球高层 大气中的电力层 造成了无线电波 传播路径的短暂改变 这在深空事件中极为罕见 足见它对地球环境 产生的实际效应 让我们第一次 如此直观地感受到 深空天体爆发的影响 通常 来自遥远星系的 伽马射线报纸 在天文数据中留下痕迹 鲜少对地球造成可观测影响 而这次BOLD 却实实在在地 敲打了我们的电力层 其强大威力和广泛影响范围 无疑把它推上了 宇宙级大事件的宝座 这场爆发并未在瞬间画下据点 初始闪光之后 来自全球的望远镜网络 继续追踪它在不同波段的余晖 从高能的X射线 到肉眼不可见的无线电波 再到光学望远镜 能够捕捉的星点残光 持续数月的观测 为科学家提供了一幅 跨越时间与频谱的完整画卷 作为CTA 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的一员 大型望远镜LSTE 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它在Bolt爆发后 32小时迅速启动连续观测 并坚持了整整20天 记录了能量逐步衰减过程中的 高能伽马信号 为我们拼接出了 喷流结构演化和物理机制的重要线索 伽马射线爆发场 被誉为宇宙中的极端物理实验室 在那里 自然本身就是操作者 它展现了粒子 在极高能状态下的行为 喷流在接近光速下的动力学 还有黑洞 在诞生刹那所激发的强烈过程 对天体物理学家而言 这是最理想 也最震撼的研究素材 尽管科学家们 已经对伽马射线爆 进行了几十年的观测和建模 但它们内部喷流的真实结构 依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就像我们盯着一场烟火 却始终搞不清楚 烟花筒里的火药 到底如何排列 点燃和扩散 在传统模型中 伽马射线爆的喷流场 被想象成一种高顶礼帽结构 也就是一个边缘分明 能量分布均匀的锥形区域 简单直观 便于计算 但这种理想化的模型 是否真能描述宇宙的实际运行 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 Bose所带来的高精度观测数据 首次让这个经典模型受到质疑 实际观测到的光子分布 强度变化 远比理想锥形更为复杂 仿佛这顶帽子 根本不是整齐的西装款 而是某种层层叠叠 结构丰富的多层头饰 通过对爆发后续伽马信号的持续观测 LSTE团队发现高能段存在微妙 却持续的光子通量过剩 而这种溢出现象 与传统高顶锥流的均匀模型 完全对不上号 提示着我们 宇宙中喷流的结构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相对的 观测结果 更符合结构化射流模型的特征 这是一种更细致 更动态的理论 他认为喷流并不是一体化的单一能量锥 而是拥有内外层次 能量不均 速度分级的复杂结构 按照结构化喷流的设想 喷流就像是子弹套壳般的多层结构 中间是速度极快 能量最强的核心部分 外面则包裹着速度稍慢 能量较低的翘层 就像火箭的推进器 不同部分发挥不同功能 却共同构成强大推进力 这种多层结构模型 不仅更贴合望远镜观测到的 余晖演化轨迹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为何这些喷流中的粒子 能够在极短时间内 被加速到近乎光速 携带如此高能量 揭示了极端宇宙加速机制 背后的分工协作 这一新发现还暗示着 位于伽马爆核心的引擎 也许正是刚刚诞生的黑洞 并不是简单的 像一个喷泉那样单向输出能量 而是在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环境中运作 通过不同层次 不同速度的物质相互作用 驱动出如此精细且强大的喷流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高达数十钛电子福特 TEV能量等级的光子 竟然能够从24亿光年外 长途跋涉穿越宇宙 而毫不衰减地抵达地球 这不仅令科学家感到意外 更挑战了我们对宇宙透明度的 基本认知 按理说 这些高能光子在途中 应会与宇宙中遍布的背景光子 频繁碰撞 就像穿越浓雾中的灯光 会被不断削弱一样 最终 大部分应被湮灭 或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粒子 几乎不可能抵达地球 但眼前的观测 事实摆在那里 这些光子安然无恙地穿越了宇宙 这要么说明 BOT的爆发机制 在产生高能光子的效率上 远超以往认知 要么更大胆地说 我们的宇宙模型 在解释光子传播过程上 可能存在重大误区 星系间空间的阻光能力 或许比我们想象的弱得多 这一切线索拼接在一起 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开始重新审视 伽马射线爆 与宇宙中最神秘的超高能粒子 宇宙射线之间的可能关联 它们或许正是同一个 剧烈事件的不同产物 从观测数据来看 这些伽马爆产生粒子的加速机制 与我们在理论上设想的 宇宙射线生成路径惊人吻合 意味着这类爆发 或许正是宇宙中那些超能粒子工厂 制造出以惊人速度 飞驰在宇宙中的高能粒子 或许最具意义的一点是 BOT这次爆发 不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还为我们揭示了 这种极端现象会持续多久 这是此前 伽马射线爆研究中 一直模糊的关键环节 如今终于得到了 可验证的实测数据 如果BOT并非特例 而是众多伽马射线爆中 普遍存在的结构 那么我们以往依据 均质喷流模型所做的解释 可能需要统统推翻重来 甚至过往几十年的数据 都将需要重新审视与建模 这项发现 进一步延伸了它的意义 它不仅挑战了 伽马射线爆发模型本身 也间接影响了 我们对大质量恒星死亡机制的理解 对黑洞形成过程的建模 乃至这些宇宙遗骸 与其周边星际介质 如何相互作用的模拟 都需要重新进行科学修正与更新 尽管GRB221009A的首次爆发 早在2022年就被记录下来 但科学家们至今仍在持续研究 其残留信号和长时间余晖 仿佛打开了一本内容 极其丰富的宇宙百科 全世界的研究团队都在翻阅它的章节 寻找更多未被解读的线索 由于这次爆发不仅异常明亮 还距离相对较近 在宇宙尺度上 这使得它成为难得的自然实验案例 未来任何关于喷流结构 黑洞形成或极端粒子加速的研究 都极有可能以它为对照基准 那么问题来了 Bolt的这种结构化喷流 是否只是一种少见的异类 还是其实大多数伽马射线爆发背后 都隐藏着类似的多层结构 只是我们以前 没有足够灵敏的仪器去发现 这是目前天体物理学界 最迫切想解答的问题之一 结构化喷流 到底是宇宙巨变的一种常态机制 还是Bolt只是个极端而罕见的特例 答案将直接影响 我们对恒星终结时刻的基本理解 想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必须在未来观测到更多类似事件 并对它们进行像Bolt一样 详尽持续多波段的监测 只有这样 科学家才能从中提取统计规律 判定这是否是普遍现象还是孤立 另一个令人着迷的疑问是 Bolt这样的爆发 是否正是宇宙中超高能宇宙射线的主要来源 它是不是一座天然的粒子加速器 将微观粒子甩向宇宙边际 如果GRB爆发确实能将粒子加速至数十钛电子福特 TEV的极高能状态 那就意味着地球上所探测到的一些最高能量宇宙射线 极可能正是源于这类远古而剧烈的宇宙爆炸事件 它们横跨亿万年时空 在我们头顶悄然降临 如今科学家正寄希望于所谓的多信史天文学 不仅依赖电磁波 还结合中微子 引力波等多种信号源 就像拼图一样将整个事件还原完整 看它在不同物理层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这次Bolt的爆发 暂未与中微子或引力波观测结果直接对应 但科学家相信只要我们继续积累案例 未来某次伽马爆就有可能同时 释放出这些宇宙信实 让我们看到这类剧烈爆发背后更全貌的物理画面 一旦我们能够同时捕捉到来自同一事件的 伽马射线 中微子 甚至引力波信号 就像从不同视角看一场戏剧 多信史探测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深度认知 让我们更精准地理解这些爆炸的根源过程 乃至影响范围 展望未来 科学家们深知 要揭示更多宇宙爆发的秘密 手中必须握有更先进 更敏锐的天眼 换句话说 下一代的天文观测工具将成为理解这类事件的关键钥匙 正在全球布局中的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 CTA 计划分别在南北半球建立多个观测站点 它将配备比现有设备更高灵敏度的探测器 和更快速的响应机制 未来一旦类似爆发再次发生 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清晰完整的观测数据 不再错失关键窗口期 此外 天文学家也在调动其他类型的观测资源 从地面的射电望远镜到轨道上的X射线探测卫星 甚至包括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这样 具备红外观测能力的先进设备 通过这些多波长联手 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追踪伽马暴余晖的演化过程 深入解析喷流与周围星际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一切努力也再次强调了全球科研合作的必要性 宇宙不分国界 面对这类突发而短暂的高能事件 只有各国天文台通力协作 实时共享数据 才能构建起覆盖全天域的观测网络 把握住这些稍纵即逝的宇宙脉搏 BOLD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从美国宇航局的费米和斯维夫特卫星 到中国四川的LASO高海拔探测站 再到西班牙的拉帕尔马岛望远镜 一场跨越时区 跨越语言与技术边界的国际科学协作 在短时间内集结起来 共同记录并解析了这次非凡的宇宙爆发 可以说 未来这类全球协调快速反应的联合观测机制 将成为我们破解高能宇宙奥秘的利器 因为像BOLD这样的事件发生虽猛却极短暂 若不能在第一时间捕捉 就可能永远错失其中最关键的物理信号 BOLD的发现再次提醒我们一个简单却深远的道理 即使在今天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仍在不断修正中 每一次新观测都可能推翻旧有的模型 为天体物理学开启新篇章 每一场新爆发 每一束穿越宇宙的伽马光子 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提示卡 它们帮助我们拼凑出恒星生命周期的完整剧本 从诞生成长到剧烈的终结 以及在死亡后如何化身为黑洞或中子星 继续影响宇宙的进化格局 GRB-221009A 作为目前人类观测史上最明亮 最具能量的伽马射线爆发 不仅以其惊人的数据震撼了科学界 也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这类宇宙事件的理解框架 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移 从爆发能量的极限突破 到喷流结构的精细观测 部体一己之力挑战了许多长期 被视为定论的理论假设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恒星临终 黑洞诞生 以及极高能量物理现象运作机制的新洞察 是名副其实的宇宙教材 随着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 微博望远镜等下一代观测平台 全面投入运行 GRB-221009A 将成为今后类似爆发研究的对标案例 其数据和观测经验 将指导未来数十年 关于极端天体现象的科研方向 与思维路径 感谢您的收看 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和猛烈 请持续关注我们带来的 更多关于高能宇宙 深空探测 与未来天体物理的新鲜发现 一起走进星辰大海的真实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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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鸣鎭